哈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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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喽大家周一好 我刚刚已经在家吃了饭 现在要去学校先做一个录音的作业 再去图书馆跟我朋友一块写paper 因为我周三要 交一个2150字的paper 所以今天一定要在图书馆把它写完 对这就是今天的安排 哇今天一出门就这么多积雪 好 我现在有一千三百字 我写到2100字就可以回家了 最后还是执行1900次呢 我回家了 然后我在Wconcept上面买了四件大衣 然后现在给大家来试穿一下 你们帮我选一下 因为我四件应该不会都要 我可能留个两三件的 第一件是一个这个米白色的大衣 这件衣服我是看胖丁发的新的视频 然后他穿的我觉得特别的好看 然后我就买了 对这件我还蛮喜欢的 我觉得这个小设计还蛮好看的 就是他这个林口的这个颜色 跟大衣的颜色 比这两个地方要深一点 他这个料子我觉得也很好很舒服 不像有的大衣会有一点点渣 对就是看他的视频 觉得这件超好看就果断下单 这是第二件 就是跟那件其实有点像 所以我这两个里面应该会选一件退掉 他这件的颜色是比刚才那一件 偏灰一点点 刚才那件是更白 然后领口的设计是不一样的 这件是圆的 然后那件是这个样子的 这件好像是比刚才那一件要贵一点点 但是其实说实话 我更喜欢刚才那一件 因为我觉得就是他这个圆领的设计 会让人的肩显得有一点斜 但刚才他那个领子是这个样子 就会把人的肩显得更平更好看一点 所以我应该会把这件退掉 然后留刚才那一件 但是其实这件也蛮好看的 对但是不可能两件那么像的我都要了 这个就是第三件 我一直很想买一个这种有点复古感觉的大衣 就是他比较的overside 感觉有点旧旧的 但是我觉得还蛮好看的 因为本来深色就是一个保险色 就这件跟上两件比就感觉男人很多 但是这件真的很大 就你们看侧面 他就是感觉就是胖胖的这块 但是我还挺喜欢的 我应该会留这件我觉得 然后最后这件是一个焦糖色的大衣 说实话 他的颜色比我想象中要深了一点 图片上看起来的时候是比较就是棕色 然后但是他这个就是偏深 就是像焦糖色 其实不是特别喜欢 他这块还有一个就是白色的 我想象中的他就是一件 就是单纯的棕色大衣 这个白色的边让我有一点犹豫 怎么说呢 你们觉得呢 我点的那个饭 我本来是想加avocado的 但是我们家刚好有半个avocado就没有用 所以我就没有在那个饭里加avocado 这么一想真的很省钱 因为加一个avocado要多两包 所以我觉得你以后家里就常备着这个avocado 日积月累我就能省很多钱 我的外卖来了 这是一家之前跟朋友去吃的一家超级健康的餐厅 然后他叫life a life 这个勺子也太可爱了吧 然后这是我今天点的 下面有很多就是米饭还有kingwa 有broccoli玉米 然后这个豆腐 主要是他这个饭的酱汁特别特别的香 虽然就是看起来他特别的素 但是因为他那个酱就是奶香奶香的 特别特别的好吃 看着应该不想吃 但是真的真的波士顿的朋友真的可以去试一下 因为我是真的觉得就是他这个酱汁 真的是他的灵魂 这样看得见他上面粘的那种有点哎呀算了 应该看不见 那我再加半个avocado自己加 再把这个牛油果拌进去 就增加他的这个creaminess 这一碗其实超大 然后里面有很多很多的米饭 好好吃 而且真的不是那种沙拉的感觉 这就是一个饭 想再推荐给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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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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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很少穿毛衣 就是一直都是穿Hoodie 今天穿上了这个 基本上是一次都没有穿过的毛衣 应该是大二的时候买的 我特别喜欢这种开领口的毛衣 就可以把肩露出来 Charlie,嗨 嗨琪琪 你们有和谐相处吗 我还把你鞋给叼过去了 谢谢婷婷贤惠的你 这是什么馅的 一个是黑芝麻 肯定有花生的是不是 没有花生的 你不是说鸡康喜欢吃花生的吗 豆沙的 豆沙 然后板栗 鸡康居然不喜欢吃黑芝麻了 真的我觉得黑芝麻最好吃 我们家买汤圆就是从来不买 除了黑芝麻以外的汤油 我觉得应该就是大部分的人都是吃黑芝麻 还有什么正常的味道 花生还算普遍 但我真的没有怎么见过豆沙的 我前两天穿着这件衣服吃火锅 然后这现在就是一股火锅味 教大家一个小窍门 可以把这种衣服挂在厕所 因为洗澡的时候它就是会有那种水蒸汽嘛 衣服上的火锅味就会没有 给大家看看我最近喜欢吃的一个新的Cereal 还是我特别喜欢的这个牌子 Natural Pasta Coco Puffs 就这个泡在牛奶里头吃到最后 你的奶就会变成巧克力奶 超神奇的 我下课了 做了一碗蒸拌面 然后加鸡蛋 哇简直麻将的香味太有人了 好啦不给你们废话了 我好饿 我要吃饭啦 现在是周四的下午 我刚刚下完课买了两个Doughnut 左边是Chocolate Sprinkle 然后右边是Cookie and Milk 因为我待会要去Della家蹭饭 既然她要给我和强力做饭 我就负责甜点的部分 贤惠的西西姐 看那个什么声音 炒排骨 好香啊 Della亲的这个排骨也太香了吧 看着 蹭饭的感觉也太开心了 多一个块 谢谢 太满足了 好嫩 有点厉害 甜点时间 来吧二位 谢谢你们的慷慨的食物 我送给你们的甜点 这个也非常的慷慨 然后你再咬一口Doughnut 这个很好吃 这个很好吃 很好吃 这个最好吃 怎么样 这个哪个好吃 真的没有 有吗哪有 这是这个白的 不是吧 对不起打扰了 很好吃 好 Cookie Milk 好 我们现在来重温 这个是Cake Donuts 这个Chocolate Spirits 非常地doughy 我现在刚从带来家吃完饭 这种感觉真的好奇妙 不用穿外套 也不用拿什么东西 然后直接下楼就是我家 跟好朋友做邻居太幸福了 Hello大家 我现在敷面膜 所以我说话只能这样 然后我用的面膜是这个 就是你们肯定都知道 这个日本的超级火的这个面膜 而且我喜欢它是因为我觉得它很温和 就因为我皮肤比较敏感 我服有的面膜我就会 哎呦滴了 滴嘴里了 我服很多面膜就是脸上会起小红点 效果不是特别好 就可能那些面膜就是 营养液啊什么的太多了 但是我觉得这个它很温和 服完之后不会起小红点 所以这个还挺推荐的 这是我宗教课要看的 这是我宗教课要看的 旁边有人在唱美声 我现在我们学校GSU 这边有Pinkberry 星巴克 Pan Express 然后还有很多其他的寿司啊 然后那边那个食欲就是吃饭的座位 我每次都用这个星巴克的APP点 它就可以积这个星星 星星之多了 就可以得免费的饮料或者吃的 我现在又吃了一个这个Bagel Whisked Cream 现在是Fetter Wrap 这个我还没有吃过 我最喜欢的是它的这个面条的这个section 我巨多选择 我吃个这个吧 南瓜面 然后给你们看一下我新买的这条Aresia的这个直筒的白裤子 还挺好看的 我挺喜欢它的这个扣子的这个设计 因为其实我觉得白裤子挺显气质的 但是因为毕竟不是每个人腿都像模特一样长 所以我觉得就是宽松一点的直筒白裤子还挺好看的 今天要去做脸 然后做脸的这个地方呢 是我之前大一的时候上了一届那个CS的课的一个学长 然后他开的店 好啦那这周视频就到这里结束啦 这周的主题还是学校生活 因为最近比较忙 除了学校生活也没有别的生活了 不过后天我和Della就要出去旅行了 所以你们可以期待一下我们的春假Vlog 然后也在这里祝大家春假快乐 那就下次视频再见咯 拜拜 妈 妈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